嘴睡老大胡歌莱拉 一身鼻挺西撞 现身金马舞舞 一现身就让粉丝尖叫声不断 太久没来台湾的他也承诺 第一次来金马奖还是有一些紧张 但是我也很期待 因为这次也由我参与的作品获得了提名 谢谢大家对我过去拍的作品的支持 然后其实我也很久没有新的作品和大家见面了 那明年吧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 而这次他来金马担任大使 说起心情他也直说 这次在金马红毯上看到胡歌 大家关心的还是老大的新作品啊 我们就期待能赶快看到老大在荧光幕上的演出啦